蛤? 這是什麼問題來的啊? 對了 這個問題真的要單身多少年才問得出呢? 你條什麼問題這麼有問題啊? 有人在科林上問情侶之間 親嘴的時候那些口水碰到對方 不會覺得噁心嗎? 沒問題啊 關單身什麼事啊? 都親得啦 還會怕對方口水嗎? 這傢伙是不是單身了太久心理不平衡 才問這麼奇怪的問題啊? 如果都怕對方口水的話 就不是真愛吧? 咦? 那又不一定啊 首先性和愛 又或者叫做精神上和肉體上 對於有些人來說是真的可以完全分開的 再者有些情侶呢 是真的比較介意對方的口水 原因就是可能對方有口臭問題 又或者自己有潔癖啦 再者更加好大機會是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啊? 無性戀 什麼戀話? 一般男喜歡女或者女喜歡男那些叫什麼? 異性戀 對了 你還聽過什麼類似的戀話? 同性戀啊 雙性戀啊 凡性戀啊 自戀啊 心無可戀啊 那些不關事了 而至於無性戀也是其中一種戀來的 無性?戀母癖啊? 不是媽媽那個沒有 是有母那個沒有 無性戀就是不會愛上人 中文是博大精心的 這個愛上人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是不會喜歡人啊? 啊 你這麼說清楚很多 一點點啦 無性戀主要是指性方面是沒有欲望 又或者在他人身上感受不到性的吸引力 有些小部分的人 甚至乎是在精神上的層面 都對他人是沒有感覺的 啊?那就是性冷感咯? 雖然有點像 但完全是兩樣東西來的 性冷感是指對性方面感到不滿 甚至乎是厭惡是負面的 可以說是性功能障礙 而至於無性戀 是純粹對性這方面沒有感覺 沒有反應 麻煩當大家罵爆那條鹹片那種 有人還反而大讚咯 哪條啊? 就是那個女棋手去踢館那條片 話說那個女圍棋選手 就跑去踢館 就要求那個圍棋管長 跟他足棋one on one 一鋪定輸贏 那個女棋手如果贏了的話 就代表他踢館成功 可以拿走一個管主的頭銜 只不過如果輸了的話 他就要給個籃管長大大力 條片足足兩個小時那麼長 他敢死兩個小時 都真的足足兩個小時 那所以最後呢? 雖說你也猜到了 沒錯 就是那個女圍棋選手贏了 什麼了? 坊間那些惡搞片 下面還有人留言說 那個女棋手落得很巧妙 我之前還以為是否有些人玩話說 現在回想回頭 可能他真的有認真看完 這些很明顯是圍棋文化推廣 是呀 有人還在那個平台上教授 那些人真的很懂得玩 啊哈 有人認真地看完整盤棋都不奇怪 因為有些人上網 並非為了一時的開心 而是真的想認真地了解一下自己 探索一下自己 對性方面是否真的完全沒有需求 完全感受不到那種刺激感呢 發現自己原來真的沒有反應的時候 就可能真的是這個無性戀者來的了 他自己對性沒有需求 不是很難理解對方 做他的另一半便很慘 哈?我覺得他本人比較慘 因為這件事不是每次都這麼容易說得出口 所以要不就被朋友誤會自己懶清高 不看這些東西 要不就反過來 他為了迎合他的朋友 就硬要假裝自己很有興趣地去討論 那他們便少會多樂趣 人生已經夠苦短了 他們對性還要沒有感覺 豈不是更加苦悶嗎? 首先無性戀者不會因為性的問題 而在關係上做錯決定 再加上如果他的另一半 都是同樣地是無性戀者的話 那大家便少一件事顧慮了 就不用發性方面的問題 大家便可以更加放眼著重 在自己精神上的層面的關係 那又是 看來柏拉圖式戀愛 不是因為性方面滿足不到 所以才找到的藉口 而是真的有人對性是沒有需求的 那我又問你阿哥 阿A喜歡阿B 阿B又喜歡阿C 這些叫甚麼戀 三角戀 錯 阿C都要喜歡阿A 這些才叫做三角戀 那你這個是甚麼戀 這些叫直角戀 這樣不能三角戀 那這樣叫甚麼 在這地方剛好有 一個直角戀 這個叫做直角戀 為甚麼是直角 為甚麼不可以是銳角 為甚麼不可以是頓角 拿哪個尺來量度 拿你的尺 還是拿他的尺 我開始說阿哥的尺都不同 都是因為 你就是拿哪個尺來做正面 啊?都不同